市售月饼琳琅满目,如何兼具应景和健康呢? 台北市卫生局举例,一般广式月饼通常皮薄内馅多 成分多以高油及高糖所组成 热量约420大卡,相当于1.5碗的白饭 因此特别邀请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营养师 制作红芯凤梨月饼及抹茶地瓜月饼食谱 放在卫生局网站公民索取 以较低的热量让民众吃得更健康 如果以一般市售的一个藻泥月饼来讲的话 它的热量可以到420大卡 那相对于我们这次设计的一个月饼 大概120大卡上下的一个状况 如果以60公斤的成人的一个快走运动的一个概念 我吃我们的月饼大概走21分钟左右就可以消耗掉 但是如果吃传统的藻泥月饼要走到76分钟 就是一个多小时,才能慢慢消耗掉这样的热量 所以调整一下月饼的一个配方的话 事实上可以减少很多热量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其实当季的一个食材 它的营养素是最完整、最丰富的 那我们这次用到就是色彩比较多的 像例如说红芯地瓜或者是红芯的一个拔蜡 那它有一些植化素多分类跟维生素C的部分 让我们摄取到更多多元的营养素 那第三个要点呢 我们使用的所谓的凤梨、地瓜这种 已经带有甜味的一个食材来讲的话 它会取到我们金翅膀内的一个食用 那也可以检讨酥皮的一个食用 那这样其实会让整个月饼吃起来更爽口 那第四个要点呢 其实我们都很鼓励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要用蔬果入菜 不只是月饼或者是你平常在煮菜的时候 它可以提升一些风味 而且它的一些纤维的部分 它可以帮助消化 而且增加饱足感 那当然在第五个要点 就是我们在不免 还是会吃到一些传统的月饼 那凤梅、味饼相对的比较甜、比较腻口 那我们搭配的一个饮料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选择无糖茶 或者是柠檬水、无糖麦茶等等 那这样子可以让自己觉得 不要这么的一个油腻的部分 卫生局也提醒吃月饼时 可搭配无糖饮饼外 烤肉也要减少使用含高糖高盐的烤肉酱 并尽量挑选新鲜食材 替代加工食品 搭配适量运动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减少热量囤积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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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